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我们曾经提到了一个电影公司叫阿赖耶 也提到了人的八市 眼耳鼻舌深意 第七市是莫那市 第八市是阿赖耶市 昨天顺口说的时候说错了 说成了为那市 第七市应该是莫那市 特此更正 向诸位听友道歉 今天呢 今年2021年诺贝尔物理奖 今年由日裔美籍的学者 甄郭俗郎和德国科学家哈斯曼 以及意大利的理论家帕里希 共享殊荣 他们因为气候模型 以及对物理系统的理解 而获得了这个奖的表扬 过去两年诺贝尔物理奖 都是表扬天文学领域的发现 以至于观察家曾经一度揣测 今年物理奖的得主应该会换成其他的领域 而在今年的三位得主之中 甄郭俗郎和哈斯曼都是气候专家 其中90岁的甄郭俗郎是研究地球暖化的先驱者 90岁了已经 他曾经在1960年代 产视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上升 和地球表面温度升高相互的关系 并且致力于研究地球从太阳接受的热能 如何以辐射的方式传回大气 诺贝尔委员会则是赞扬哈斯曼 能够辨识出自然和人类活动 共同引起的气候指纹 以及气候变迁有多大的程度 应该完全归咎于人为的排放 另外 世界气象组织WMO 秘书长塔拉斯指出 这一次物理学奖显示 气候科学高度受到重视 而且理应受到高度的重视 我们不知道台湾的气象学系 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更多优质的学生 重见人才 今天将要揭晓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 万众瞩目的文学奖以及和平奖 将在七号八号公布 今天进行的单元娱乐红趴 访问的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之中的 导演《老鹰之首》这部纪录片的导演 赖立军 《老鹰之首》先特别强调 我们的听友要拿纸笔记一记 或者打在你的手机里 10月29号星期五上演 一定要去看 2021年砍成世界影展的最佳纪录片 最佳摄影 以及最佳女性导演 今天非常有幸能邀请到赖立军赖导演 来谈这部《老鹰之首》 这是一部返乡并且重建自己童年 或者是少年记忆的纪录片 它是动机的起源 可以先说一说吗 我们等一下再介绍莲藕 还有藕笼 我们先说你的动机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赖立军阿君 对那我其实是生长在嘉义民雄 牛斗山这边的 牛斗山 对牛斗山这个地名很特殊 古条山这边的人 那其实会拍《老鹰之首》 这个契机是在2016年的时候 我的嘉义首部曲神戏 来到了我的家乡牛斗山这个地方 做一个萤火虫的露天放映 神戏也是一部纪录片 对也是一部纪录片 是你和彭家如 然后河岛的 对河岛的 你说就是带了这部片子 回到你的家乡去放映 对带我的家乡去放映 那时候想说 我回到家乡房 应该会受到荣重的欢迎 我在幻想 结果呢 开眼前十分钟 四百位位置 一个人都没来 一个人没有 一个人都没来 然后我就听到村里面 巧巧跟我说 纪录片是黑白 纪录片是黑白的 大家想象纪录片是黑白的 没什么好看的 所以没有人要来 真的是很傻眼 而且要飘起一阵 微微的细雨 我想说完了 这一场就是 因为我们那部纪录片 是讲歌仔戏的 对 后来呢 村长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开始广播了 他就说 哇那个村民赶快来 赶快来 现场有莲藕茶 莲藕冰 莲藕豆 莲藕排骨汤 无限量供应 哇 很奇怪哦 五分钟之内 四百个位置 不知道人是从哪里来的 坐满了 人家来吃莲藕大餐 顺便来看我们的电影 所以那一次 很感动 因为这些莲藕大餐 都是我们家乡的偶融 他们去准备的 出钱出力 他们的事前 并不知道 你要拍 也就是 要放映的是什么电影吗 他们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神戏是怎么回事 他们只是要说 我要回乡去做放映 所以他们就 对 就来帮忙 因为他想说 丽君 阿姑那是在这边出生的 我们应该要挺他一下 管他是什么骗 看不懂也没关系 就把人找来这样子 所以那次真的好感动哦 然后那次呢 我就看到每个偶融的长辈 他们手都长得非常的特殊 就又大又粗又弯 就像老鹰的手一样 对 但是 我如果没有看到那张照片 会使 就是说想象 是没有办法的 没办法想象 对 你必须看到 照片跟纪录片里面 所一再显示的那个形象 对 才会感受到 他们和土地之间的挣扎 对 以及40年 三四十年以上 这样 这样 等于是把自己的身体 是做非常极度的 高度的 对 这个破坏 对 就是他们就是靠一双手 往土里去挖连藕 因为连藕很脆弱 他必须要连根 把他拔起来 所以不能用任何的机器 所以你的手就当铲子 然后日复一日 三四十年下来 那个土是硬的 你这样子手是会被 会变形 因为你用蛮力 你这样子硬往那个土砖 就就慢慢变形 慢慢变形 也没有其他替代的方式 没办法 是在最近这两三年 才有改良办机械式的 那以前的老人家 真的是靠一双手 然后是往那个土里 慢慢的挖 慢慢的挖 你再看 播映放映神戏 这部纪录片 也就是你的第一部 这个嘉义三部曲的第一部 或民雄三部曲的第一部 就在看 放这部片的时候 注意到了你的第二部的题材 对 是这样说的吗 所以就是很臭巧的一个 我觉得是注定的缘分 就是我要再度回乡 去记录我的家乡 然后这段历史是一段 遗漏的历史 他不是遗忘 根本没有被记忆 他没有任何的记载 所以他是被漏掉的历史 文字资料也没有 都没有 文学家也没有注意到 说莲藕的藕浓 他的生活 就是没有注意到 牛斗山 曾经是盛产莲藕的地方 都没有 好 我们就从他曾经盛产的 这个历史背景来说一说 你是怎么发现 或者是老人家们是如何提起 牛斗山曾经辉煌的过去 其实我的家乡种莲藕的记忆 我回想起来 确实是有这样一段隐约的记忆 因为我小时候常吃莲藕 那我的家附近到处都是莲藕田 一整片的 可是当我2016年回乡 我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 很多莲藕田都消失不见了 那我又要去重新找这一段的历史 文献上找不到 图书馆 网络 很多资料都找不到 文字资料找不到 我后来是跟地方的期 就是这些藕榕 他们的口述历史 才知道说 原来我的家乡种莲藕80年了 那早期还是全国第一 就是种最多 人口也是最多的地方 依照纪录片里面 所提到的这些个口述的历史 好像还是外销的重镇 包括日本在内 这一段历史可以再清楚的描述一下 对 其实在30 40年前 确实家乡的联络 有外销到日本跟香港 而且日本是最大宗的 然后他们说日本的价钱非常好 所以当时呢 偶容他们据说一年的收入 可以上百万特币进赚 哇 那个很可观 而且是几十年前的上百万 30 40年前 所以他们那时候 都是靠种年有致富 就是自产 然后盖很多栋房子 甚至都培养子女到国外去留学 所以年有是在我们家乡 曾经有一段很辉煌的农业的历史 但是这一段真的是 完全没有文献的记载 它是被遗漏掉了 在片子的叙事顺序上 我注意到 它是从春分这个节气开始 春分也就是播种 不能叫播种 它是播那个 播苗 可以大概勾勒一下那方式吗 我那次跟着他们去播那个种苗的时候 才发现说这个好几百次的弯腰确实是不容易 我们看那个画面很美 夕阳余晖一个年轻人采了余晖 然后播种好像十岁的画面 我们都想象很美 其实他都说他播完之后 他的腰是停不起来的 因为你要连续这样子弯腰 而且是靠人工 他也没有办法靠机械 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机械化 必须要靠人 那一颗一颗慢慢播 那你如果种的面积越大 那就很恐怖 你可能一天来回数百次 那你可想而知那个腰 弯来弯去 连年轻人都受不了 播种之后 看起来他们有一段时间会比较轻松 你也可以说可以不管 可是不行 因为包括如何去处理虫害 锅牛的问题 好像还有人习惯了 就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去看看他的田 谈一谈这方面的经验 就是我们家乡的藕龙他们很特殊 他们对于他们的莲藕 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小孩 他们每天 据说每天都要去顺山水 就是要去看看那小孩今天过得好不好 也没有被病虫害 伤害到他的叶子 那后才知道说 脸柔真的很难照顾 非常难照顾 他比一般的农作物还要困难 怎么说 因为他是靠那个叶子 行光合作用 那个一大片的叶子不是拿来观想 也不是拿来遮蔽脸柔不要中暑 他其实是要光合作用 然后那个叶子如果被病虫害给伤害了 吃掉了 脸柔就长不起来了 所以他们每天都要去看 有没有什么病虫害 那台湾的气候呢 越来越热 极端气候 所以这些病虫害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们在照顾上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人家才会觉得说 这群人好奇怪 他们为什么每天都要去看脸柔 那有什么好看呢 一天要看五六次三次次这样子 其实是真的很难看顾的一项农作物 但是在我而言 整部纪录片里面最有神采的一段 是一个太太去形容她的丈夫 说她其实她知道她没有必要去田里的 但是她就是还是要去 而且在田里面看过来看过去 什么好像即使没有病虫害 她也会欣赏说 每一金那个亭亭玉立的那个荷叶 长得都不一样 对但是很奇怪的 或者说在城里人 你看不到什么 不她什么都看到 对我们的藕龙他们就会去观察说 这个每一根的叶子 它长相不一样 然后有时候还会拍照 回家自己欣赏 我就不晓得像我们一般人看 我跟那个剧中的太太一样 我们就看起来每一根 每一片叶子是一样的 可是对他们藕龙来讲说 没有每一个小孩都长得不一样 他们是长得不一样 他们可以辨识说 这一片叶子它底下的那一根年藕 它可能长得好不好 他们竟然有这样子 有那种农民的智慧 其实我们是看不出 我们觉得每一株都一样 所以我们剧中那个太太就说 奇怪了 他为什么一直要跟我讲说 每一根不一样 他会觉得他们通老是不是有点问题 其实这是农民的智慧 他们去辨识每一根叶子 每一片叶子不一样 他们才会知道说 他们底下的叶子长得怎么样 因为他看不到 因为他看不到 对 有七十岁的老农 以及他们六十五岁左右的妻子 也有四十岁正当壮年的 叫青农 他们好像并不是从小就 就在田里工作 是什么样的机缘 以及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吸引他们回去重新开始藕的种植 对 就是我们家乡这一群青农 尤其是四十岁左右的青农 那我觉得非常的特殊 因为我们刚好拍到一群 他们都不是农民的第二代 也就是说他们的副植辈呢 他们没有种年龙啊 那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去做这样 一般人眼中的细养产业 明明就是没有人要做 很辛苦 然后市场又不如往昔 那么好 他其实是不好经营 那为什么这一群不是龙二代的 他们可能平常是上班族 那可能是在工厂工作 他们要改变他们的工作 去学习做一个农夫 而且选择这么困难的行业 后来才发现说 他们的背景都是来自于 很贫困的小孩 甚至是新著名的第二代 有一位庄杰权 应该是你的男医 对 可以介绍一下 在转接权 对 就是这个里面 转啊 转啊 他真的很厉害哦 他是我们家乡这十年来 第一个 就是他不是农民第二代 但是他以重年龙创业成功 他算是我们现在家乡里面 想叮当的年龙大王 然后他就说 我不觉得这是西洋产业啊 我觉得这是我的梦想之路啊 因为我没有读书 我家里又穷 那我可以创业 就是靠在我的家乡 好好的经营这些土地 我去种出好的农作物 所以他一开始前五年都在借贷度日 因为没办法清农贷款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他中间有一段提到 前五年一毛都没有赚 而且都赔光 都是靠借贷过的 对 跟亲友借 然后赚了钱再去还 可是他就是这样子 慢慢的去研发 把他的农作物 种得非常的好 然后另外他很聪明 怎么怎么可以 更多细节描述一下 他怎么 他其实 他的佩卜是什么 佩卜 他的佩卜 他有些也不太愿意告诉我们 不过我觉得他有 他农民的智慧 因为他每次去 我后来有发现 他去喷散那个肥料 就是要施肥的时候呢 他会知道什么是要起风 他们说起风的时候比较好 他那个就会帮你 散播的比较远 散播比较远 他就会把你 因为那个肥料是一颗一颗的 他是有机的 那他必须要靠风力 把他散播出去 所以他很厉害 他知道什么起风 所以他那一天 一定要去喷那个肥料 让他让每一根那个莲藕 他可以吃到那个养分 所以这个是农民的智慧 他就说你为什么知道 他说我不要告诉你 对 所以他们有独特的配方 因为喷肥料呢 如果你喷不好 那个肥料撒到那个叶子上 叶子会焦掉 就不好了 你必须要散那个叶子的缝隙 然后让它沉到土里面去 他就知道说他要怎么去做 然后要顺那个风势 怪不得我们刚才播报诺贝尔 讲的委员会 他就赞赏那个哈斯曼说 他能够辨识自然和人类的活动 就是风什么时候来 对 很奇怪 他是他们农民的 他们特殊的那种智慧 当然 可是他并不是从小当农夫 甚至家里面也父亲母亲 也都不是农夫 都不是 但是他说他喜欢大自然 他喜欢去田里 然后喜欢家乡这一块 他生长的地方 所以说他 他没有想过说 他想要去北漂 去都市里面工作 他是蛮特殊的 而且他后来 他北漂了有多久的时间 他没有北漂 他是后来他种成功之后 让一些北漂的青年回到家乡 跟着他一起 是他收了两个土地 对 收了两个土地 对 那我觉得他很特殊 就是另外有一个 就是说他 知道要怎么去企业化经营 把这个做成服务业 客制化 他去服务客户 应应他的需求 他太太成立了一个 叫超爱钱的联偶品牌 这个介绍一下 对 我觉得他的联偶品牌 实在太特殊了 超爱钱 我们平常看到 是嘉义联偶民雄联偶 可是他们家是超爱钱 然后每个 那个箱子摆出来 就好多超爱钱 然后说他真的 真的那个每一箱都是超漂亮 所以他们叫超爱钱 他说就是要有品牌化 你不可以大家都一样 那大家买你的产品 就要认你的品牌 那你把产品做好 你也要有一个品牌吸引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夫妻 这对年轻夫妻 很懂得企业化经营 然后知道说 要用行销的手法 品牌化 去吸引客人 对 阿庄是你的学弟 对 对不对 大概是比较小几岁 你跟他的姐姐是同学 国小同学 谈谈他的姐姐 因为在纪录片里面 我们非常意外的看到 他在开一个补习班 还是安心班 教英文是吧 对 他姐姐在小时候 而是跟我同班 对 那他姐姐其实小时候很害羞 阿全一样 他们小时候都很害羞 可是长大的时候 都出乎我意料之外 尤其是他的姐姐 他长大的时候 就成为一名安亲班的梅雨老师 他自己创业 他也是创业 也是创业 在家乡 而且他的那个 他的补习班 就是在我们牛斗山那边 那有一些比较 没有人要住的废系的老屋 他去把它整理 那变成补习班 他有很多的补习班 都是利用这些在地的老屋 我觉得他很特别 然后他 我觉得他的教学方式 特别的亲切 所以其实他开了 很多不同年龄层的补习班 然后都很多人愿意跟他学习 片子里面很奇特的 用了一个教学的现场 他是在 好像是杰克和豆树 这个童话故事 这个德国童话 后来变成了英文 然后就变成了教材 可是放在偶农的社区里面 教他们的孩子 杰克和豆树 所以很有趣的想法 是你设计出来的 对 我那时候去拍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我想到我小时候 也曾经这样去 这样的补习班学习 那我那一天 我去那到现场 我觉得那个 跟这些农民农作 他真的是一个 很强烈的对照 我说这些小孩子 我们从小就是让他学英文 然后他长大之后 他其实是离开家乡这块土地 他也没用 不见得有用 他就是离开家乡这块土地 因为那个英文 引导他是往外 或是说你要去追求 你要到国外 你要到往哪个地方去发展 那我们追求的 好像就是说 比较鼓励我们去追求 国际的文化 我们比较从小被关注 不是本土的 一些乡土的 所以你把那个英文教育 看成是一个 离开农村的一个象征 对 就像我小时候 我学的英文 然后我就是追求 就是一个西洋的文化 但是我对我本土 我的家乡 我完全没有了解 完全没概念 那小时候也不会特别 喜欢自己的生长的地方 一心一意 就是说 我长大之后 我一定要北漂 我要去台北发展 甚至我要到国外去 那从来没有想说 我要好好留在我的家乡 我要为这个家乡去付出 完全对这个家乡是陌生的 没有概念 不感觉 不会感觉说 我是在那边生长的人 正好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 提到了神系 也就是你的 嘉一的三部曲 和家乡三部曲的第一部 有一位协同的导演 也是你这一部 老鹰的手的 老鹰之手的摄影 对 它是彭家如 对 好像他在两年之前 竟然回乡 对 这是怎么回事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10月29号星期五 就会上映 全台有16家 上映老鹰之手 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老鹰之手的粉丝专页 对 来搜寻 访问的是赖利君导演 刚刚提到的是他的上一部电影 神系的共同导演 彭家如 对 他在过去的四年之中 担任了这一部片子 老鹰之手的摄影 不过在其中的两年 也就是最近的这两年 他怎么会难飘了 对 他为了拍老鹰之手 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 车子从台北开到乡下 常常冒烟 我们那个车子 大概20年历史了 他真的不堪折磨 那个很恐怖 在高速公路冒烟熄火 很多次都道路救援 后来就想说 惨的 我们也没钱换车子 只能靠那部老爷车 那时候 我的那个彭家如 就是彭岛 他就说 不然我去乡下找看看 有没有房子 我是暂时去住一下好了 因为我那时候如果 住我娘家 我妈妈都会骂 对 他不喜欢我拍纪录片 所以我回去 那个都很大的 会有很大的冲突 就是说你为什么 盈盈没带纸 为什么要去做 那种没有钱的工作 然后又那么热 所以不敢住家里 然后住旅馆 我们的经费不够 所以那时候 彭家如导演他想说 我暂时去住嘉义 结果他真的就在 嘉义找到了房子 他本来想说暂时 结果他住下来 住到现在两年了 他爱上嘉义了 因为那个地方 就是充满了人情味 所以他也可以说 也有计划 会在那里拍一些东西 对应该现在就已经在那边 他有自己的一些 那个工作的 的case都在嘉义 很奇怪 他就到嘉义去 就接到 我本来想说 他去嘉义会不会 就从此没有工作 没想到到嘉义去 他就自然而然 接到很多 在当地南部的一些case 是 刚才你提到了经费 对 很拮据 对 好像这一部老鹰之手 也有很多是相亲的赞助 可以讲一讲吧 我看到一些访问的资料提到 好像有些相亲 还要是远从国外 对 牛斗山出生的人 对 也很热情的 捐输一些经费 让你们能维持下去 谈谈你们的经济状况好了 其实经费真的很拮据 因为我真的不是很会找经费的 的创作人 都是一段时间找到钱了 然后用完了 我对钱又没概念 那钱用完又要去找 对 那时候其实是 中间是有一段时间 我又生病 其实是很想放弃 是受伤还是 受伤 右手受伤 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就有两个人 团队就有两个人 我要拿那个手持 泵干麦克风 收音 我要边防问 然后就维持一个姿势 拿这个手就 好像就受伤沾黏 然后要休息三四个月 完全没办法工作 对 那时候其实经费不够 又生病 然后常常跟我儿子说 算了 不要拍老妈 这次真的 败给了 那个 这一次的 没办法 我儿子就跟我说 妈 你真的很老了 你真的要好好实现你的梦想 你年轻半排了 拜托你 不然你越来越老 你真的会后悔 所以我想说 对 真的 就只有这么这一次机会 我家乡只有这么一次机会 谁会来拍我家乡的故事 谁会来拍牛斗山 对没有人 名不见经传 然后连我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还是要继续去找经费 那后来呢 有家乡的一位老师 赖万正老师 还有另外一位李建兴老师 他们两位老师帮我募款 然后他们都是国文老师 他们特别喜欢 赖万正老师 好像还曾经担任过嘉义市的文化局局长 对 首任文化局局长 那是我国中的老师 哦 呃 国中的那个国文老师 是 然后是基于爱护学生啊 他也不知道我在看嘛 然后想说 这个学生为什么勇气可嘉 第一部拍我还要拍第二部 他就真的认真的帮我们募款 嗯 然后后来就哇 他一召集就很多嘉义乡亲 就是一起来支持啊 这数百个嘉义乡亲来支持 然后把这个资金凑足 那甚至还有一个 住在菲利菲的牛斗山乡亲 是 他知道了这一部影片在筹拍 我们根本不认识啊 没见过面啊 他就大力的支持 帮我把那个资金补齐 让我可以拍下去 对 在你讲拍下去的时候 好像我又想起来另外一个 很动人的话题 那就是 你曾经提到过 并不是拍完了以后 上映就结束了 对 你还要把牛斗山这个名字 再往下发扬起来 对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的 都是白河的莲藕 对 而牛斗山的历史 被整个洗掉了 对 完全没有 没有洗掉 是梨肉 不好意思 这大家真的是比较会注意到 白河的莲藕 因为当地的农会 大力的推了20年 我们那边完全没有推 所以大家一片空白 因为连当地人 当地嘉义 当地的菜饭 他们都说 莲藕是从白河来的 不是 莲藕是种在牛斗山这个地方 对 白河是种莲藕有名 他们没有种像这样的一个菜 整体的这个规模 现在有多是 就是多少有农户 最盛的时候有多少 最盛的时候 大概有数百户 现在只剩下27户 所以一直在缩减 就你拍的时候 对 我拍的当中 一直在留 还有在留虚 那以前是150甲 地 地有150甲 现在只剩下40甲不到 还在缩减当中 因为真的是太辛苦了 如果说规模会越来越小 那如何去 就是你讲恢复 或者是重新插亮牛斗山的名字 对 其实说重新插亮 我们不敢当 就是说 我们想要继续往这方面努力 因为我觉得说 现在把电影推上大荧幕 那电影红了 那红了之后 下档之后 这个地方大概一两个月又被忘记了 所以我们想要再往前走 延续那个电影的影响力 想要明年回乡 做一系列的创生 让这个地方的产业呢 可以结合文创 让它可以继续走下去 让人家愿意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知道这个地方的产业 对 好像已经有人跑到 看过片子的人 对 跑到牛斗山 找到了这些偶农 对 跟他们拍照打卡是吧 对 现在就是 去年小小上一块 又有很多媒体朋友的支持报道 结果大家都寻了那个报道 真的从台北 花莲 或者是高雄 来到我们牛斗山 他们好厉害 他们真的是一片一片的田去找 去找这些偶农 疫情 在那样的地方 在疫情前的时候 对 就疫情前就有一窝蜂 就去年就有一窝蜂 尤其过年期间 大家过年都跑去找偶农 然后一片一片去找 还找得到 竟然他们找得到 他们好厉害 他们寻途 然后去找那个途径 然后找到这些偶农就好高兴 然后就一定要跟他们合照 然后在当地打个卡 我来到了牛斗山 然后他们不只来到这个地方 还要跟他们支持农产品 是 就团购 然后把农产品带回去 跟朋友分享 这个片子里面还有一点很奇特 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有特殊的观点 那就是莲藕 好像并不是传统嘉义人 自己在家里面经常吃的食物 反而跟一些老的农民 他们从大陆带来的饮食习惯有关 是不是 对 其实我们家乡的偶龙说 其实莲藕这项特产 早期是农云伯伯 我们就是讲的 就是外省的老兵 他们在吃 这是他们餐桌上 每天的食物 他们每天都要吃 而且他们好像 淀粉的来源 都就是 对 当饭吃 然后吃很养生 所以我们片中有一位 那个农云伯伯 他快90岁了 他说他每天吃莲藕 他不会生病 然后他的气血很旺 甚至他会打气功 他打气功 你不能站在他前面 他打气功 就会把你推出去 他说我就是吃莲藕 从10岁吃到现在 然后 吃了80年 对 吃了80年 身体非常的好 然后气功的功力越来越强 所以其实莲藕是蛮养生的一项食材 只是因为没有推广 大家不知道 我们会去想要去吃日本的山药 但是我们就是想不到 要去吃我们台湾的莲藕 片子里面也还包括了另外一个 我觉得特别的视角 那就是当庄杰 是什么 阿转 阿转 他收了两个徒弟 其中一个是片子里的主角之一 对 新著名二代 25岁的年轻人 可以谈谈他吗 这位年轻人其实是让我还蛮心痛的 因为他的过去就是13岁的时候 他的妈妈就就是因为家里的一些因素 他离开了这个假 然后因为家里太贫困了 他15岁就北漂到台北去当工地的小童工 当童工 当童工 拿到阿转这边跟他学习挖莲藕 当挖莲藕的师父 那其实很辛苦 这是很辛苦的工作 等于是他留北漂到有6年的时间 对 就是当小童工 对 其实那个是有点非法的 然后回来 再回来 就是刚好遇到了阿转这位大哥 阿转就收容他 真的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 还住他家里 然后三餐吃他家的 然后每天跟他去田里 那他也很认真 他就不怕苦 他说我明天没有饭吃了 这辛苦对我来讲算什么 我下一餐不知道在哪里 你问我辛不辛苦 你怎么不要问我说我下一餐在哪里 所以对他来讲 他觉得说辛苦不算什么 他三餐温饱 而且他说连我这项工作 是让他赚蛮多钱的 是 对 他叫黄义豪 对黄义豪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娱乐哄啪 访问的是第一次来到节目中的 赖丽君导演 谈的是10月29号礼拜五 可以在老鹰之手的粉丝专业上 看到更进一步的讯息 并且看看如何取得票证 老鹰之手这部片子 这一双老鹰手 原本是在天上可以飞的 但是我们这双老鹰手 是往地下钻的 嘉义牛斗山 民雄的牛斗山 早年盛产莲藕 80年代曾经是全国的最大宗 当时还曾经大量的销售到日本和香港 随着这个时代变迁逐渐没落 当然现在仍然有青壮的一代 甚至更年轻的一代 在别处无路可以走的时候 回到或者是来到牛斗山 开创莲藕的一个新世界 到底它还有可能从27户的农户 在扩展能够变成更大规模的 这个一个产业吗 其实这是我们很担心的 因为27户真的很少 不小心它就真的是完全就没有了 因为27户真的事实起来很少 那其实所以我们才想说 明年我们想要回家乡做一系列的创生 要让年轻人知道说 你回到家乡这个土地 你有一个家乡的属于这边DNA特色的产业 让你去从事 而且它不再是细养产业 有人因为因此还是致富创业成功 而且就像你自己生长的土地这边 你可以安生立命 他只是说他会比一般的农业辛苦 但是他有愿景 只要你愿意回来 你愿意学习 你愿意尝试新的思维去做 所以我们会想说明年要办一系列的 年轻之乡小旅行 让这个牛斗山的品牌出去 让它再度红旗 小旅行就是邀请外面的客人来 不管是来消费 甚至可能要住宿 就是来体验农作 然后跟着阿嬷做藕粉 跟着农夫夏天去挖莲藕 然后认识这边的历史文化产业特色 然后招待大家吃莲藕大餐 让大家喜欢莲藕 认识莲 消费力比较强大的都市人 会不会舍不得把他的手 泡在泥浆里面 不会他们很喜欢 我们办过一次 然后大家一下天就开始尖叫声士气 可是非常喜欢 他们非常喜欢这种体验的深度的农村的旅游 但是你刚刚提到一点说这两年好像有工具的改进时的老鹰的手不会再发生了 这是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说一下吗 就是我们片中一位的阿砖 他就是引进了那个高压水柱半机械化采收方式 那那个水柱往水冲也有自然的就浮起来了 那你就不用那么使用蛮力去挖 你就要把它摸上来就好 那你这双手不会再造成职业的伤害 不会变成老鹰手 那工资一天又有三千块 两千五到三千 所以年轻人对年轻人来讲 这也是一项很棒的谋生的一个家乡的产业 所以陆续有家乡 北漂的青年回来 然后就来到阿泉这边跟他学习 我们常说他的年偶田是年偶师傅养成训练班 但他来这边学习甚至还出去创业 出去创业当然跟他对打 但是他说没关系啊 大家早上会有力 不然每次什么资源都是走过路过错过 都拢不到我们 所以他觉得说要人口 这个种的人口要让他变大变多 我们要去找回以前那团辉煌 在片子里面除了庄杰权也叫阿庄 还有另外一位玲珑魏 他也是终生代的一个农人 他原先好像也跟农无关是吧 对他很特殊 他其实是知识分子 他念书念蛮高的 那他原本是上班族 穿西装打领带的业务员 他以前的工作跟现在判若天狼之别 他说他一开始做 刚开始做人家说你七天啊 做一个礼拜 对七天就正好 拗不过去 你一定拗不过去 而且他是在都市长大的小孩 人家是书生的起了鸡 对他说你七天给你极限 七天你拗不过去 没想到他做十年的 而且他现在也创业成功了 所谓创业成功 就是他自己也自己种 他本来是莲藕师傅 我们拍的那段期间 他还是一个挖莲藕的师傅 那后来他自己也去学习怎么种 所以他现在也是一个莲藕的老板 他已经创业成功了 皮肤已经变成酱油色了 对已经从白泡泡 又咪咪很帅的一张脸 现在变成酱油膏 另外一种帅啊 但他也变成了一个小企业主了 是吧 对就是一个小小跟阿全一样 小小的联络的老板 好 他们有多大的土地的规模 可以支撑起一个 像比如刚刚讲超爱钱 超爱钱很厉害 他们两甲多 蛮厉害的哦 他们一甲多 他从三分地到五分地到八分地 现在一甲 也就是这几年的时间 对这几年慢慢的把它扩张 所以应该是他是有愿景的 他有扩张的话表示他卖的出去 他有找到客户 他有找到进场的地方 有找到这个市场 所以他是有愿景的 黄义豪你就我记得片子里面 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细节 他养了一只小 像鹦鹉科的一个小鸟 看起来他很投射是吧 我觉得他是他内心孤单的青鸟 这只鸟就是他说 这个是他的 好像是他的兄弟姐妹 然后也是他自己 他都养在他的房间里面 然后这只鸟 他有时候就是会疯狂的 在他的屋子里面乱窜 我觉得他是他自己 他这个人的投射 我们在拍的时候 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他是一只彷徨的青鸟 他还在找他未来的路 显然整部片子是以 他的一个镜头作为结束 对 他拖着一板子 应该是要准备播种的 收成的 收成的 我远远的看 看不太出来 一路往镜头前面走过来 当然走下去就是你的第三部 对 三部曲究竟还有什么样的题材 什么样的想法 第三部我想要拍的是 关于家乡年轻人的剧情片 可能几乎片到老鹰之手 已经到底了 因为身体 真的是身体有一些承受 没有办法再长期蹲点 因为几乎片还是要花 很长的时间跟体力 现在就这个年纪 年近半百 真的是有时候身体不宽敷 或常常生病 所以也许第三部 加一三部曲的第三部 会是以家乡青年为题材的剧情片 是什么样的剧情片 是一个单元剧 是一个电影 是一个剧集 网剧 用什么形式表现 多透露一点 想要拍短剧 先从短片出发 那有机会 有一天我也想把它发展成长片 对 然后在戏院上映 所以其实是要有在尝试 已经在尝试拍剧情片了 因为平常会接一些微电影 然后再磨这个戏剧的底子 因为戏剧的底子 还是要磨 要自己编剧 要自己导演 所以你是准备自己编剧 对 自己编剧自己导 那那个都是要磨 因为跟纪录片是 其实是不太一样 是另外一个领域 那其实是要靠平常去磨 所以现在就是靠着拍一些微电影 去磨自己的戏 然后未来 我还是会去争取辅导金 因为还是要一笔钱 都是钱 对 你处理的这些个嘉义的偶笼 对 在整个片子里面 除了刚才提到的捐钱之外 应该还有一些 在人情上 在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的资源 我记得还有几个很动人的小故事 可以谈一谈 尤其你受伤的时候 是不是 其实那时候受伤的时候 是完全没办法工作的 然后就是在台北养伤 那其实我也不太愿意 让我家乡的这些乡亲或是偶龙知道 可是他们不知道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就开始寄脸偶上来 寄藕粉 对 寄藕粉跟脸偶说 给你打打气 补补气 你吃脸偶 你的手就会好 那中意上是说 贿罗不顺而已 不要想太多 然后就是每天吃 我真的吃了好几个月 那手真的是慢慢变好 然后家乡的老师 赖万证老师 也是一直打电话说 那个身体要照顾 不要工作 然后身体整个这样子 刚才讲到的赖万证老师 可以多介绍他一点 对 那赖万证老师 其实在我印象中 他是这部片子的监制 监制 然后其实小时候 我13岁就认识他了 13岁他到小学去办一个义文营 我那时候是参加这个义文营认识他 然后后来上了国中 他是我们的国文老师 是 对 然后其实他对我印象不深 因为我在小时候很安静 他说这个人坐在旁边 不知道你坐在那个地方 他对我没有印象 然后后来又重逢之后才知道说 我是他的学生 然后就这样两个插刀 情义相提来帮我们做一个募款 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老鹰之手 所反映的藕浓的生活 也有嘉义民雄 牛斗山的猪斑人情 对 非常感谢 来导演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祝你演出顺利圆满成功 谢谢 希望有很多的听众能够支持这一部老鹰之手 赶快去他的粉专买票 谢谢 谢谢大家 请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